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兰 今天继续带来你看《间谍过佳佳》 老规矩没看过上期的点击右上角的资讯卡去观看 底下说明栏也有《间谍过佳佳》全系列的连接 没看过的先去看 不然你可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好了,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故事吧 上期说到弟弟尤里要男女主证明他们是真正的夫妻 女主黄的一匹 眼看男主步步紧逼 女主只能喝酒壮壮胆 尤里在一旁催促 下一秒叉子飞过滑上了尤里的脸 女主说的是闭上嘴看就是了 紧假着女主推倒男主准备亲上去 旁边的尤里人都看傻了 小时候姐姐时常给自己轻轻当奖励 让小尤里有了想和姐姐结婚的冲动 现在竟然要姐姐当着我的面和别人接吻 想到这尤里冲了上去 而女主虽然喝酒壮了胆 但这种事情果然还是打妹 打妹 女主反应过来才发现 弟弟被自己打傻了 尤里还以为女主是不想被打扰 才打自己一巴掌 尤里说是暂时把姐姐的嘴唇交给男主 结果又被女主一巴掌打飞 女主最熏熏的过去残服尤里 男主看得很欣慰 说是感谢尤里一直以来保护着女主 但尤里才不吃这一套 气冲冲的准备冲出门 走前说是一定会找到男主欺骗女主的证据 尤里走后男主仔细检查了房子 虽然没找到窃听器 但还是要谨慎些 毕竟对方可是秘密警察 晚上女主和安妮亚已经入睡 唯有男主还在看书 想起关系好的两姐弟 思索着自己上次这么羡慕别人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另一边尤里拉着谨慎不多的血条走在路上 路旁的人都看傻了 喷着血还能活这么久 第二天早上安妮亚在发迷糊 完全把舅舅要过来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了 然后才读到老父亲的心 得知舅舅是个秘密警察 虽然安妮亚不知道秘密警察是个啥 但哇哭哇哭就完事了 吃早饭时男主看着一旁的女主起了疑心 弟弟是秘密警察 女主看上去也不知道弟弟的真实身份 但也不能排除他俩是为了接近自己在演戏 必须提高警惕 显然旁边的安妮亚读到了老父亲的想法 但他也不能直白的说出来 只能找借口说母亲的料理难吃忽悠过去 出门前男主借着衣领有脏东西给女主安了窃听器 上巴士前安妮亚叮嘱小两口千万别吵架 这边尤里上班时才后悔忘了装窃听器 但如果听到姐姐发出这样那样的声音就哑拜了 旁边丧失让尤里记住自己的使命 硬要说的话抓住黄昏也是为了保护姐姐的安全 另一边市政厅里 女主相当忧虑 说是自己是个不合格的妻子 看来是被安妮亚的那句话冲击到了 男主在楼上监听 就是在这时科长找到了女主 说是让女主去邮局记个信 借此机会男主决定主动处击套出女主是伪装的证据 路上女主被两个秘密警察拦住 女主着急解释自己结婚了 两人是男主和弗朗基假扮的 说是怀疑女主要记得信可能是给西国的加密信 为了套话 男主说是家里有人在保安局工作的话 保安局一般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如果女主知道弟弟在保安局工作 应该会曝出弟弟名字字吧 但女主说是自己每天都在为这个国家进行敬礼 绝不会做出间谍行径 旁边弗朗基细境上身 女主直接把他摁在地上 并再次表明自己已经结婚了 男主说是袭击秘密警察是会牵连到家人的 此时女主已然做好了干掉两人的准备 听完男主安心了 找借口说是他们的错并放走了女主 弗朗基提醒男主不要因为这种事情而抱有罪恶感 作为间谍要活下去就不要夹带多余的情感 回家路上女主相当失落 别说当个好妻子了 现在还差点牵连男主和女儿 这时男主假装巧遇并回收了窃听器 男主安慰到 每个人都在扮演自己的角色 但有人却因此迷失了本心 一直在演戏 也是会累的 所以做自己才是最好的 女主向男主道歇并说是很庆幸能和男主结婚 正好今天是他们结婚一周年 男主提议买个蛋糕回去庆祝 安妮娜回到家后先是确认了两人的想法 父母 仲仲仲仲 所以原来没有喧嘩 有啤酒吗 安妮娜 可以吃啤酒 好了那么以上就是间谍国家家第九集的内容 有什么意见或看法欢迎留言在下方讨论 那么本期视频就先到这 别忘了关注我收看更多精彩故事 我是阿兰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拜拜